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1月22日星期天 习近平可能要投大了 中共要投大了 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要求中共赔偿就大瘟疫 先不说中共制造大瘟疫 他隐瞒和传播大瘟疫 现在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愤怒 最近美国有一个权威的民调机构 拉斯木森这个机构 调查显示60%的美国人要求中共赔偿 同样的调查在3月份进行的时候 是42%的美国人要求中共赔偿 到了7月份 这个比例增加到53% 现在11月进行这个调查 是60% 也有超过半数 多半的美国人要求中共赔偿 这场大瘟疫给美国造成的人命和财产损失可谓巨大 1100万人受到感染 25万多人死亡 更不用说巨大的经济损失 对美国经济的重创以及众多的失业 因此美国人普遍对此感到愤怒 显然接下来这个数字会继续增长 现在美国大选已经结束 大选还陷入法律诉讼或者纷争之中 无论是川普当选连任 还是说拜登侥幸上台 哪一届政府都避免不了这个话题 因为美国的政府要靠民意执政 要靠选民的选票来执政 最后美国的民意越来越多的要求 中共赔偿 是下一届美国政府绕不过的一个坎 关于这个 美国的各项专家提出了去怎样让中共赔偿 因为中共作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庞然大物 一个反动势力 直接要他赔偿是比较难的 其中有一个难点 就是美国在1976年通过了一个法律叫主权国家豁免法 就是说很难针对外国政府 外国政权去要缩赔 如果要突破这一点 那就是参众两院组成的国会 要对1976年的美国对外交主权 主权国家豁免法进行修改 修改之后有可能对中共这个政权提出索赔 第二个就是美国的专家都指出 实际上可以通过国际法把中共告上国际法庭 那就是因为中共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 还有联合国下属组织 国际卫生组织的相关条例 比较国际卫生条例 因为中共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 这些联合国的宪章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条例 都依据国际法有一定的约束 其中至少有两条国际法 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瘟疫 那么要及时向其他国家通报 向世界卫生组织 向国际组织通报 并且要允许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 外国的这些专家去调查 专家团去调查 但是中共阻止了这一点 且不说中共制造大瘟疫这件事 先放下不提 因为澳大利亚提出了调查大瘟疫的来源 中共就对澳大利亚实施经济制裁 而且继续加码 且说隐瞒和扩散大瘟疫这一点 那中共就违反了国际法 违反了相应的条例 完全可以被告上国际法庭 就是涉在海牙的国际法庭 也就是说中共政权和它其中的负责人 或者一些负责人应该站上国际法庭 接受审判 另外一点 美国的专家学者就提出 还有一个让中共缩赔的方式 那就是如果中共有一些企业在美国 而证明这些中国企业属于是中国的国营企业 也就是中共的党有企业 可以扣留这些中国的国营企业的资产作为底藏 实际上 自从大瘟疫爆发以来 在美国的民间先后已经有很多起针对中共政权的法律诉讼 重大的也包括四起 有的在佛罗里达州 有的在秘书里州 是一些民间团体 或者是相关的权益的委员会 由律师受理的 代理的这些诉讼 在美国的联邦法院进行 其中在秘书里进行的一样重大诉讼 要求中共索赔 向中共索赔至少是20万亿美元 除了美国之外 在世界上早在今年上半年 就40多个国家提出了不同程度的索赔 索赔金额也都很巨大 包括印度 阿尔及利亚 还有其他广大的各个州的国家 要么是民间机构 要么是当地的法律委员会 要么是一些权益保障委员会 都向中共提出了索赔 这样的呼声会越来越高 一旦美国带头向中共追责索赔的话 我想各国都会跟进 这样的索赔声浪或者索赔浪潮 完全可以导致一个新的根子赔款 那伴随了有可能出现新的八国联军或者十一国联军 而习近平这个政权 事实上已经在向国际社会宣战 通过各种方式 所以习近平在号称要备战 要准备打仗的时候 恐怕已经做好了跟新八国联军 十一国联军 甚至110国联军作战的这种准备 就在前几天 11月17日 美国国务院由川普政府蓬佩奥国务卿领导的国务院发布了一个针对中国的报告 共产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和美国的十项任务 这个报告就把中共的行为进行了系统总结 在五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总结中共在习近平上任以来强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建立了列宁主义的政党和政权 那就是专制政党专制政权 这是意识形态方面 另外说中共是通过政治和经济这种手段 是脅迫中国人民跟共产党形成一种从属关系 实际上就印象了当下中共正在打击民营企业家 民间富豪 也就是要把这些企业家 个体户 资本家也整到跟共产党完全从属 甚至被摧毁 把他们的资产收归国有党有 习近平政权所有 把他们这些人都投入大牢 或者是判处重刑 就像对重庆企业家李怀庆判处20年重刑那样 第三 美国提到中共正在号称要打造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 也就是暴露到它的全球称霸的野心 建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红色帝国 而习近平实际上已经是中共的红色帝王 当代帝王 坐镇中南海 企图窥视全世界 搞扩张主义 先从周边国家扩张起 提到这些中共给美国带来的挑战之后 70多月的报告还详述了美国需要应对中国挑战所做的十大任务 这些任务就包括在意识形态上 美国要坚守自己的民族人前 宪政这些普世价值 而且要改革美国的教育 让美国的中小学生 学生意识到怎样应对 像共产中国这样给美国带来的安全和利益的危险 另外在军事上 美国要继续强大国力 建立军事上的实力 继续以军事实力去反制和压制中共 再一个要点就是要建立国际联盟 团结其他国家 构筑巩固的国际防线 在这个报告中也提到 中共有它的软肋 因为它这种极权政权 自有它的软肋 包括经济上的不平衡 不稳定 包括对少数民族的压制 所可能导致的反抗 还有对中国人民权力的剥夺 形成的官民紧张关系 政府与人民的紧张关系 还有中共这个政权的冷漠 不关心中国人民的福祉 也不关心其他国家的福祉 不仅跟中国人民为敌 跟世界人民为敌 在国际上不可能形成真正的联盟 只会陷入一个全方位的孤立 这些都是中共的软肋 另外 中共为了维持这个政权 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率 这个人力物力财率有可能使这个政权 这个国家耗尽国力 这都是中共的软肋和美国打击中共所可以着力的地方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这个报告之后 有一些评估就是说是不是给下一届政府 不管是川普当选连任还是拜登上任 是不是给下一届政府的一个行动纲领 但是美国的国务院解释说 这只是一个研究报告 并不是下一届政府的一个纲领 但是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事实上这个报告所显示的就是 蓬佩奥到川普 川普政府有信心进行他们的第二任期 实际上是对第二任期打击中共的一个战略部署 与此同时 就在这段时间 美国和中共在台海地区进行紧张的博弈对抗日益升高 中共在广东近海展开了所谓大规模的军演 这些军演是一波结波 这是新一波的军演针对台湾 另外 中共的军机最近又连续8天去骚扰台湾 进入台湾的西南空域 说连节假日 周末都不放过 针对中共这种抓狂的挑衅和威胁动作 美国方面做出了坚决的反制 那就是美国派出了高空侦察机 战略侦察机 在最近4天连续13次在台海 还在广东和福建的沿海进行近距离的侦察 收集中共活动的情报 最近一次是昨天11月21日 美国派出一架叫MQ4C型的高空战略侦察机 无人机 这是一架无人机 在靠近广东近海 就是中共军演的地方 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近距离的战略侦察 这个侦察从20日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21日凌晨4点 徘徊了8个小时再离开 另外就在昨天11月21日美国第七舰队发表公告 证实它有一架叫做巴黎号的驱逐舰 再次经由台湾海峡 穿越台湾海峡 这是对中共的一个示威和警告 这个战略驱逐舰在10月份也经由台湾海峡 这个月连续经由 实际上今年几乎每个月美国都会派出军舰穿越台海 向中共发出警告 就在美台军事关系不断提升和加强合作的同时 美台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国际合作也在不断的强化 美国和台湾的双边政府都正式并宣布 美国的第三位部长级的高官就是环保署署长惠勒 将率领代表团于12月对台湾进行正式访问 这是今年下半年以来 川普政府派出的第三个部长级的高级国员访问台湾 先是由卫生部长阿扎尔率团出访台湾 后来是由副国务卿克拉克率团出访台湾 现在又由环保署长惠勒率团出访台湾 辉勒出访台湾说是要加强在海洋保护 空气质量 儿童健康方面的合作 但是对外发出的政治信号就是美台关系会不断提升 在这个时候中共一些媒体和网站甚至惊呼 说这是不是为蔡英文访问美国奠定基础 或者说为特朗普访问台湾铺路 当然这个想法是比较夸张的一些 应该说在川普第一任期还剩下两个月的时间 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比较低 但是中共显得很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 故意把这个话题提出来 说蔡英文将访问美国 或者是特朗普将访问台湾 因为他担心这样震撼性的事情突然发生 而中共方面没有预警 没有准备 所以故意释放这个信息 一方面是在有意的恐吓台湾 或者是劝阻美国 但是另一方面给自己设置一个底线 在做这样的精神准备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在美中台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大背景下 中共方面现在对台湾是越来越狂妄 是居高临下 霸气凌人 通过霸凌 霸道 霸权的这些手法来对付台湾 最近中共又在号称要拉一个台独分子的清单 说列在这个清单上的人 有的会被惩罚 有的会被审判 甚至有的会被消灭掉 说逃不过中共的惩罚等等 开始是有一些媒体放风 说中共似乎有这个要拉台独清单 最后当一些新闻媒体询问中共的国台办的发言人 或者中共政府部门的时候 他们没有否定 就是暗示有这个事情 然后中共通过《环球时报》 还通过在香港的什么《大公报》 《文汇报》这些共产党报纸 发表一些社评 也暗示有这样的事情 说不仅有 而且说是要通过中共自己的法律来惩办所谓台独分子 中共有什么反分裂法 有什么刑法 有什么其他一些镇压性的法律 宣称台湾是中共 也中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所以他要对台独分子拉清单 说出了这个话之后 中共就开始首先攻击一个对象 就是台湾行政院长 但是行政院长在台湾相当于总理 是仅次于台湾总统的一个最高行政长官 那么行政院长苏贞昌受到中共大量的攻击 中共突然集中火力攻击苏贞昌 说苏贞昌是台独 是汉奸 而且说这个苏贞昌给他加了几大罪名 说是以疫蒙独 就称瘟疫蒙独立 还有说苏贞昌把这个大瘟疫叫做武汉肺炎 实际上本身就是从武汉所传出来的 而苏贞昌或者台湾的媒体叫武汉肺炎已经是很客气了 实际上很多叫法是中国大瘟疫 或者是中共病毒更为贴切 如果说武汉肺炎这个称呼就要惩罚 就要报仇的话 是不是历史上的西班牙流感 日本老眼 德国劣迹 或者香港脚这些称呼 还有非洲的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是非洲的一条河流 这些称呼所经由的国家都应该提出报仇或者是惩罚 西班牙 日本 德国 香港和非洲这些国家 都应该说以地名命名的那些病毒的那些国家是不是要进行报复 实际上这个反倒证明中共是玻璃心 收不起 也反过来证明它作则心虚 因为它生怕用一个地区或者国家来命名这个病毒 所以它和世界卫生组织 和谭德赛 谭政伟 谭同志编了一个名字 叫什么COVID-19 什么新型冠状病毒19 2019 这个意思 试图免去国民 免去陈世民 中共心里很清楚这个病毒 这个瘟疫是怎么来的 所以才会显得这么的敏感 脆弱和心虚 中共给苏贞昌加了其他罪名 说苏贞昌借瘟疫阻扰陆生返台 就大陆在台湾的留学生返台等等 如果这个也是罪名 那中共因为两岸关系紧张 阻止中国的游客前往台湾 是不是中共自己的罪名 要先追究自己 另外 由于大瘟疫 中共不仅是阻挡台湾人入境 而且阻挡自己的同胞入境 中国留学生 中国在海外的这些滞留人员 包括工作人员也好 留学人员也好 外交人员也好等等 还有华侨都被阻止返回中国 很多中国留学生为了回中国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购了天价的机票 什么几万 几十万的人民币 或者是几万美金等等 而中共当局以这个房子所谓境外传播为由 把他们阻挡在国境线外 而且他们还是中国公民身份 就是中共对自己的同胞都进行阻止 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 中共应该首先追究他自己的责任和罪责 中共在猛烈攻打 围攻 人身攻击 苏贞昌的同时还挖苏贞昌的祖坟 说苏贞昌的祖上是汉奸 跟日本合作 因为台湾曾经被日本治理50年半个世纪 大多数的台湾人跟日本当然都有关系 台湾是满清时候 因为跟日本加武海战战败 把台湾永久性的割让给日本 满清曾经把台湾当殖民地 后来又国际认定 台湾又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 中共一扯到日本就要说是汉奸 但是这个挖祖坟的方式 中共又挖到了他自己 因为中共这些领导人 他们的祖坟 他们的祖先根本经不起挖 只要往上挖一点 挖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或者挖中共的创始人毛泽东 实际上都是大汉奸出身 因为都是跟日本合作 日本军国主义合作 那就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 国军和国民政府在全线抗日 奋起抗日的同时 中共 毛泽东 习仲勋等人盘踞延安 一个是被靠苏联 靠苏联提供的费用来支撑自己在延安的存在 另外是不仅国拘延安 而且是跟日军相勾结 跟汪精卫 汪位政权相勾结 然后是联合日军 联合汪位 颠覆国军 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不抗日 不打日军 专打国军 重创国军 就在抗战八年 是中华民族最欲血奋斗 而欲血抗战的最艰难 最艰险等的八年 毛泽东给共产党提出的是七二一方针 叫做七分发展 二分应付 一分抗日 也就是共产党的力量最多拿一分来抗日 而二分应付 应付国民政府 因为国民政府要给他拨钱 让他抗日 把他变为八路军 新市军等等 另外七分发展 就是共产党自己发展自己 抢地盘 占地盘 让日军跟国军去消耗自己的从中余力 毛泽东还提出 宁愿让日本和苏联瓜分中国 也不容忍国民政府 不容忍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 所以在八年抗战中 毛泽东和共产党干尽了勾结日军 瓦解国军 勾结日军 加级国军 最后趁日军和国军消耗之后 在日军被美国击败之后 中共是趁势下山再逃子 夺取天下 推翻了国民政府 所以中共要挖苏贞昌的祖先 还不如挖自己的祖先 不仅挖到毛泽东头上是大汉奸 就连习近平自己的父亲习仲勋都逃不过汉奸的帽子 说到中共拿台独分子的清单 现在传出的名单不仅由苏贞昌为首 上面还有立法委员王定宇等 王定宇就说 其实台独的祖师也是毛泽东 这句话说的倒是事实 因为翻开中共的历史 从头自尾就支持台湾独立 先是在1928年 当时中共建了共产党之后 也帮助协助台湾建立共产党 当时台湾有些左翼人士也在上海去活动 也要建立台湾的共产党 中共当时又调出人力物力去支援台湾的左翼人士 包括谢雪红 林沐顺等人建立台湾共产党 而帮助他们提出的目标就是建立台湾共和国 然后喊出了口号就是台湾人民独立万岁 这就是共产党支持台湾独立的开始 当时的台湾是在日本的治理下 是日本的一部分 或者说是日本的殖民地 再之后到了1936年 毛泽东在延安跟美国记者斯洛谈话 谈到很多周边形势和国际形势 他就亲口告诉斯洛 他说将来的中国应该收服长城以南的地区 就包括满洲 说日本占领了满洲 但是他说不包括过去是中国殖民地的那些地方 比如说朝鲜和台湾 因为当时的朝鲜 半岛和台湾都在日本的统治下 他说这些不包括在内 他说相反 中国共产党应该帮助朝鲜和台湾实现他们自己的独立 之后到了1938年 毛泽东又在中共在延安召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 他在讲话中说 中国共产党要支持包括朝鲜 台湾这些国家和民族的独立 建立广泛的反侵略阵线 反侵略就是反日本侵略阵线 再次明确把朝鲜 台湾并列在独立国家的地位上 再之后是1941年中共二号人物周恩来在发表重要的文章 叫民族至上和国家至上 再次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是支持朝鲜 台湾和周边其他国家 包括被日本占领过的像菲律宾 缅甸等国 都是要赢得他们自己的独立和尊严 再后来到了1945年 中共召开非常重要的七大 也就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确定毛泽东的地位 所谓毛思想 这次代表大会上收到了周边国家的一些贺信和贺电 中共就发表了这些国家的贺信和贺电 其中就包括菲律宾 越南 朝鲜 台湾等周边的国家 就洋洋沙沙的落零了很多的国家 也就是说中共的确是把台湾 朝鲜 越南 菲律宾等缅甸 还有周边的国家都并列在平等的独立国家的地位上 再后来就是1945年 美国击败了日本 为了肢结日本或者削弱日本的力量 就委托中华民国 就是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去托管台湾 本来还要中华民国托管琉球群岛 但是蒋介石嫌负担重 只同意托管台湾 而美国自己托管了日本的琉球群岛 而美国自己托管了日本的琉球群岛 后来美国在1972年把琉球群岛归还日本 中华民国托管台湾就至今 中华民国托管台湾之后 中共这个时候的立场仍然是坚持台湾独立 原来是认为台湾应该从日本的统治下摆脱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1945年之后 中共又希望台湾摆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统治而成为独立的国家 后来在1947年3月8日就在台湾发生了228事件之后 毛泽东通过中共喉舌《解放日报》发表社论 随后他自己又亲自发表广播讲话 他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完全支持台湾人民 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斗争 他说我们完全赞成台湾独立 完全支持台湾人民建立一个他们所要求的独立国家 所以梳理这些历史就由此看来 如果说现在的习近平和中共要拉清单 给台独分子拉一个清单 那么首当其冲的 排在首位的就非毛泽东莫属 而且排下去的话 习近平连他的父亲习仲勋都管不住 也是台独分子 那么由此看来 中共怎么办 中共说对拉上清单的台独分子有的要审判 有的要惩罚 甚至有的要消灭掉 但是毛泽东跟习仲勋这些老牌的台独分子已经都做过 已经是过去的人 是不是要进行缺席审判 这种缺席审判 或者是鞭尸式的缺席审判 习近平和共产党做不做得到 整个外界留下了无尽的问号 实际上 就在中共口口声声反台独 给台独拉清单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政府和台湾的人民也可以给共产党拉一个清单 那就是共独分子的清单 因为我说过 不管是台独 港独 藏独 疆独 还是盟独 按中共故意把独立等同于独害的意思 似乎宣称五独俱全 其实这五独不如一独 那就是共独 共产党独裁 共产党独裁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危害 也是周边民主和周边国家最大的危害 不仅威胁中国人民 祸害中国人民 而且威胁祸害 毒害 包括新疆人民 西藏人民 内蒙古人民 台湾人民 香港人民 还包括世界人民 这样的毒害 这样的毒是天下剧毒 天下最大的毒 那就是共独 所以台湾朝野完全可以拉一个共独分子的名单 也说对他们要进行惩罚 迟早把他们拉上审判台 或者说把他们其中的一审消灭掉 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 实际上中华民国的管辖范围 统治范围应该包括中国大陆 另外按照中华民国相应的一些法律和历史上的一些条例 有勘乱条例 中共是叛乱集团 是匪 叫做共匪 所以中华民国从法律上来说 从历史的法律上延续下来 还有勘乱剿匪的历史重任 所以如果拉出一个共独名单 共产党独裁的名单 在台湾 在中华民国才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合情合法合理 如果中华民国也拉出一个共独分子的清单 排在首要的是哪些人 大家都心知肚明 不过有趣的是 如果中华民国拉出一个共独分子的清单 而中共这边拉出一个台独分子的清单 有一些人物恐怕会在这两个名单上都名列其中 重复出现 重叠出现 比如说毛泽东 习中勋这些人物既应该放在共独分子的清单上 也应该放在台独分子的清单上 这会是一个历史的趣闻 也就是说包括毛泽东 习中勋这些名字在历史的定位中 会很哲理 很反讽的 很戏剧性的出现在双重名单中 这究竟是对谁开了一个大玩笑 历史对谁开了一个大玩笑 是对毛泽东 习中勋等人开了一个大玩笑 还是对当今的北京政权开了一个大玩笑 或者说对海峡两岸都开了一个历史的大玩笑 节目结束之前 我继续预告 最近一段时间晚上8点 美东时间晚上8点 北京时间早上9点 我继续做直播节目 就是在《陈破空纵论天象》做直播 就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后的争议 法律诉讼的进程 以及每天的最新情况 跟广大观众听众 网友在线互动 在线问答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欢迎大家光临《陈破空纵论天象》 好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好 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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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